这是2053年的地球 此时的地球已经面目全非 整个大气层都被黑烟包裹 这直接导致地球的植物全部死亡 仅存的人类还在互相战争 他们都在各自划分着地盘 只见到处都是悬挂的尸体 阿皇是这场末日后的幸存者之一 除了每天搜寻生存物资之外 阿皇每天都会来到一所地下室 这里有前一批幸存者留下的线索 从录音带中可以听出 2020年6月27日发生了一场恐怖的灾难 他们也不清楚灾难是为何发生的 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神奇的上帝粒子 这种粒子非常的不稳定 如果能让它稳定下来 说不定就能够使人穿越时空 从而改变这场灾难的发生 但唯一能够研究上帝粒子的实验是 被当地的一伙极端分子所控制 没有人敢踏进那里一步 只要试图闯入者都会被处以极刑 为首的聋哑人首领警告阿皇 这一切都是上帝所为 那些死去的人都是无信仰之人 原来阿皇是从2019年穿越而来 此时小镇让人穿越的洞穴已经被人关闭 唯一回去的希望便是实验室的上帝粒子 阿皇也懒得跟聋哑首领解释 毕竟那个世界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他 这也是他唯一活着的礼物 趁着夜黑风高夜 阿皇偷偷潜入了那所实验室 果不其然 这里居然有一团诡异的黑雾 黑雾中散发着蓝色的光芒 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上帝粒子 阿皇赶忙拿起说明书进行操作 他必须让上帝粒子稳定下来 在阿皇的操作下 突然上帝粒子逐渐稳定 只见它慢慢变成一个黑色球体 紧接着球体缓慢地降落下来 就在阿皇想要上前查看时 实验室的设备突然发出警报 上帝粒子又恢复了不稳定状态 原来是供给设备运转的人由耗尽 无奈的阿皇只能去偷极端分子的人员 偷游的过程异常地顺利 然而就在他返回实验室时 却被极端分子打了个正招 虽然阿皇长得很帅 但无奈规矩就是规矩 任何闯入实验室的人都会被处以奖励 阿皇大声地警告龙亚首领 在他的那个时空 五天之后所有的人都会死 他必须得穿越回去阻止灾难发生 关键时刻 龙亚首领还是心软了 他开枪打断了绳索 地旁的刀疤妹跟阿皇返回了实验室 虽然听不懂他说的各种时空理论 但这也许是拯救世界的最后机会 随着上帝粒子逐渐稳定 他再次变成了一个黑色球体 这次的阿皇长了记性 只见他没有丝毫犹豫地就冲了进去 一旁的刀疤妹人都看傻了 等阿皇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在一片茂盛的小麦甸 一旁路过的农民发现了他 并好心地将他带到了小镇 只见此时的小镇还处于马车时代 善良的村民给他准备了稀饭 等吃饱喝足过后 阿皇问村民现在是哪应 村民还以为他精神不正常 但还是告诉了他现在的年份 现在是1921年 阿皇一听人当时就傻了 本应该要回到2020年的他 却被上帝粒子传送到了1952年 眼前的女人面如死灰 如今的他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吗 丈夫在不久前上吊自杀 儿子也离奇地失踪了 失去了全部的他决定领弹自己 也许这样就能与家人团聚了 就在他将要扣动扳机的时候 突然有人从自家房门走了进来 皇妈也是被吓了一条 眼前的男人为何会有自家的钥匙 只见这个拉里邋遢的人告诉皇妈 我就是你失踪的儿子阿皇 皇妈一听就觉得离谱 你这年龄看起来比我多大 但这一切都在男人的意料之中 他卷起袖子给皇妈看小时候的伤疤 并且还说出了一家人以前的生活 虽然这难以让人理解 但他确实是自己的儿子 这一刻的皇妈终于忍不住了 没想到居然还能再见到儿子 冷静下来后 大皇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台时光机 这台机器可以穿越未来与过去 但是只能以33年的单位进行 他今天来的目的不仅是任妈这么简单 大皇要带皇妈穿越到1986年 那里藏着一个疯狂的秘密 也就是爸爸自杀的原因 紧接着 他将皇妈带到了温灯洞穴 因为在这里穿越会比较安全 随着时光机的开启 机器上方出现了一个小型上帝粒子 等粒子变成黑色球体之后 两人突然在一瞬间凭空消失 1986年的王老二也在洞穴附近 他听到了洞穴发出的声音 终于有人来救老子了 王老二开心地朝着洞口跑去 就在他要进去的时候 身后一个神秘人突然拦住了他 此人名叫诺亚 跟大皇一样是时间旅行者 他之所以在此拦住王老二进山洞 就是要保证他们不能相见 王老二一定不能被带回去 他一旦回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诺亚的几分忽悠之后 王老二最终还是离开了山洞 此时的他已经慢慢适应了这个年代 王老二开始接受了年轻皇奶的抚养 大皇也带着皇妈来到了1986年 皇妈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荧幕 原来自己的丈夫居然是王老二 这让皇妈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因为他与王老二父亲是情人关系 也就是说他不仅睡了老王 还睡了他的儿子 老王就没有儿子王老二这么幸运了 他被困在1953年已经过去了很久 可怜的老王被人当神经病灌了33年 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 现在的时间线已经是1986年了 也就是说他的儿子王老二也在这个时间线 当年抓他的警察如今也是老人了 只见老头掏出了一张照片 老王凑近一看 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儿子 可怜的老王这事才明白 王老二居然在这个时间线 只见他跟疯了一样逼问警察 老王的行为也引起了病人的骚乱 眼看警察就要被他掐死 还好医护人员冲进来阻止了他 冷静下来的老王决定置取 看着自己儿子的照片 老王掏出了吃饭的家伙 趁着医护人员不备时 他一晚就砸了下去 这一天他等了33年 逃出来的老王终于见到了儿子 眼前的男人自称是人类高质量男性 其颜值巅峰期就连彭于燕也避其锋芒 阿皇忍不住缓缓转过身来 看完这模样他整个人都傻掉了 就这颜值也敢自称高质量男性 只见亚当缓缓摘掉脖子上的衣领 露出了那个与阿皇相同的勒合 原来这个男人就是未来的阿皇 阿皇顿时就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未来的我为何会成为这般名 随后亚当将阿皇带到了一所实验室 只见房内悬浮着一团黑色物质 亚当将其称之为上帝粒子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给他取了无数个名字 有人称之为暗物质 也有人叫他西格斯场 未来人类会发生一场毁灭级的灾难 而那场灾难也带来了上帝粒子 眼前的这一个是亚当的组织创造而成 这个粒子能够帮助人类进行施工穿越 从而阻止那场末日的起源 也就是阿皇父亲自杀的前一天 如果阿皇能够阻止父亲自杀 那么接下来的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 王老二也就不会回到过去 从而阿皇也就不会出生 但剩余的人类都能够活下去 阿皇听完后没有丝毫犹豫 他选择牺牲自己去拯救所有人 就这样阿皇穿越到了2019年 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女友王小花 这时小花还不知道这个阿皇来自未来 他只是觉得现在的阿皇整个人都变了 随后阿皇对女友说出了一段感人的话 交代完后事之后阿皇回到了家 今晚会发生一切问题的起源 也就是自己的父亲会自杀 正是这个举动才会引发一场恶性循环 父亲听到声响后找到了阿皇 这也是他经历数次穿越之后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此时阿皇再也忍不住泪水抱住了父亲 如今的阿皇已经知道了所有真相 眼前的父亲就是王老二本人 而他这次穿越回来的目的就是阻止父亲自杀 阿皇大声质问父亲是否已经写好了遗书 父亲听完后更是满脸的问号 他并没有写下任何遗书 也没有想过要自杀呀 紧接着阿皇递给了父亲那份遗书 如果今晚父亲不自杀 那么后续的所有事情也不会发生 所有的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 而他的这个自杀就是问题的起源 阿皇苦苦地哀求父亲不要干啥事 此时的父亲更加地想不通了 因为当时他的失踪就是阿皇导致的 那天晚上温灯洞穴发出声响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跑散了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是阿皇突然从身后出来 然后带他走进了山洞穿越到了1986年 这时的父亲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也许阿皇这次回来并不是阻止他自杀 或许整个循环当中 阿皇扮演的角色远比想象中的重要 如果今晚他不自杀 阿皇后续也就不会出声 所以他今晚必须得牺牲 就在两人痛苦挣扎之时 突然屋内进来了一位白发老人 他等了阿皇很久了 白发老人告诉阿皇 这事没有那么简单 今晚你的父亲必须得死 并且现在的你还要引导王老二走进山洞 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怎么解决之前 一定要触发这个恶性循环的开始 就这样父亲二人痛苦地离别之后 这个恶性的循环又重新启动了一次 浪运火 中文字幕 李宗盛